看到的是高雄市场韩国人喊出的口号 高雄发大财 现在不少人都非常的熟悉 而现在呢 在台中的丰园 竟然也出现了一条富翁街 位在台中丰园富阳路跟丰市路 有一条都市计划道路 最近准备要通车了 护镇事务所于是召开命名及门牌整编协调会 原来这条路呢 是由富阳路往翁子里方向 所以各取字头 就变成了所谓的富翁街 在网路上立刻引发热议 有人觉得蛮好记答 那么有人就开玩笑说 现在丰园也要发大财了 不过有人虽然说我是平民啊 住在这里觉得好心虚啊 高雄市场韩国瑜发大财口号 从选前喊到选后 现在在台中丰园也出现了这条路 叫做富翁街 就是这张市府公告 因应丰园都市计划 11-11号延续道路 最近完工准备通车 护镇事务所召开命名及门牌枕边协调会 经过当地里长领长和议员共识 将道路名称命名为富翁街 5月8号开始生效 经过大家讨论的 比如说富翁的最好 可以带动那一个第七人 大家都富翁的 富翁街这个路名 在网路上掀起网友一阵讨论 有人说市长啊 我是平民住起来很心虚 不然你帮我汇入海角七亿 要住富翁街要多少钱才有资格 超耸的路名发财发财发大财 还有人说至少比厚里到神钢的路 取名叫做厚神路要来得好 因为台语谐音叫做苍蝇路 不会啊 大家都富翁 如果经济的比较好 大家都好最好 这样不好啦 我们如果没多好走 是富翁街 根据黎将表示 富翁街的名字由来 主要是这条路 南从南田里的富翁路 背道翁子里的丰氏路 因此以富翁路的富翁子里的翁 取名叫做富翁街 地方民众有人赞同 好听又好记 怂够懒 但又民众反弹 道路名称一改再改 花了不少纳税钱 现在这条富翁街成了全台唯一 民众也期盼地方能如其名 发大财 借家床胜设计 太多报道 谢谢大家 好